老将军黄中重见身亡 皇帝刘备心中是万分难过 特别使刘备伤心的是 自己身边五虎大将连折三元 关羽张飞 黄中黄汉生 相继而亡 现在只剩下了赵云和马超了 这对自己的霸业是十分不利 像黄中这样的老将不可多得 尤打长沙归顺自己以来是屡历战功 特别是兵进西川的时候 斩将多亏 一马当先 这次兵发东吴给二弟关羽报仇 老将军挂了正印先锋 那么大的年纪仍不服老不示弱 中剑之前还连斩敌将 哎 终于是年纪太大了 气血有点衰败了 只是尖头绳中了这么一剑 落得一个中剑而亡 刘备放声痛哭 传指把老将军黄中装炼起来 运回成都厚葬 然后传令 声仗 刘备这回是更加痛恨东吴了 把我二弟关羽给害了 把我的荆州也给夺回去了 还把杀害我三弟的凶手给收留下来了 这次用案件由射杀了我的老将黄中 我尸灭东吴 非杀孙权不可 从今日起 寡人绝不与孙权 共立于天地之间 这地球上是有他没我 这可真下了横心了 刚一升仗 观星账报就过来请罪 这俩请什么罪啊 你看 我们奉旨暗地保护老将军黄中 没保护好啊 叫敌军设了这么一案件 要了老将军的命啊 我们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 又怎么对得起万岁民 现在我们才查明白 偷放暗箭的这个家伙 就是杀害臣妇的那个 贼子马忠 观星说的这儿气得是俩眼冒火呀 他向刘备讨令 您给我一支令箭 我去镇田杀死马忠 给我的父亲和老将军 黄中报仇 刘备没怪罪两员小将 说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 原来案件伤死老将军黄中的 是贼子马忠啊 你们立刻把他勤来 我要用马忠的手计 计我二弟关羽的灵牌 观星张包领令 一声炮响杀出了原门 巧了 吴军正要来讨战 两阵队员之后 观星和张包举摸这么一看 阵前一将立马横刀 正是攀章 嘿嘿 观星早就注意上他了 在老黄中占攀章的时候 观星就大瞪着两个眼睛 瞅着攀章 他倒不是注意他 而是看攀章手里这刀特别眼熟 看来看去的看明白了 攀章手里使的那刀正是父亲的青龙燕月刀啊 哎呀 观星这心里就甭提多难过了 父亲的宝刀怎么能在贼子的手里啊 让我使这么口大砍刀啊 我一定得把这个贼将杀了 把父亲的宝刀夺回来 现在一箭攀章 他眼睛都红了 没等跟张包商的女生催马就过去了 张包给观星压住了阵脚 观星催马往上怎么一冲啊 把攀章给吓了一大跳 吓得攀章几乎落马 哎呦啊 攀章心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眼睛花了 还是关羽观云长今儿个要险上 这不是关公吗 他使劲闭了闭眼睛晃了晃头 咬着牙关睁开眼 仔细这么一看 哦 没胡子 哎呀呀 攀章就明白了 这是关家的子弟 怎么长得这么像啊 我的天 就这一碰面啊 那么大的攀章 那冷汗啊 顺着他那大两股滋溜的一些子 就躺下去了 真善人哪 攀章心说这白天 要晚上 我要不怕些 才算怪你 这不能见来将 不问一声就打呀 两马一打对头 攀章吻了吻心神 投 娃娃通出你的名姓 你家将军青龙刀下 不死无名之辈 咳 关兴这器友 他要不提那青龙刀啊 关兴这火还小点 那青龙刀是你的吗 你 你这个家伙的脸皮比墨盘都厚 一催马 到跟前 关兴是举一刀就劈呀 根本也不理他 攀章用青龙刀极价相还 两个人打到一处 打了有二十几个回合呀 一边打着潘章一边端性关心 越端性啊 潘章越觉得发慎 他看这园小将看哪都像关羽关云长 潘章猛的明白了 坏了 甭问 这园小将准是关公的儿子 他一想到这儿啊 机灵打了个冷战 我说这小家伙这刀法这么狠呢 他这是跟我来对命来了 人家是来替父报仇的 我手里这口刀是人家家的呀 哎哟 这打仗哪有琢磨这事的呀 打仗带想心似的 当时这刀法就乱了 他这气就微下去了 关心是越杀越勇 潘章是渐渐支持不住了 张包压着阵脚一看 嘿 我兄弟关心行啊 眼看就要战败敌将了 我助他一把火吧 想着这个 他们杖拔舌毛 望起这么一举 呼在空中一晃 这是一刀暗令给我杀 呵 金鼓齐鸣 西蜀人马就冲杀过来 一切都被潘章杀得大败 败下来有二十多里路 忽然从前面山坳之中冲出一哨人马来 打着两杆到齐 这一哨人马是谁率领的呀 弥方副使人来接应潘章 一场混战 这一通战呢也没战胜 怎么回事呢 弥方副使人作贼心虚 因为他们两个人投降了东吴 今天一见西蜀人马 脸上有点发烧 那还怎么打仗啊 再说弥方副使人率领的这些兵兵呢 大部分都是荆州人马 这些士族啊都非常怨恨迷方副使人 想念二军侯关羽 因为关羽这个性格和他兄弟张飞大不一样 关羽啊 对下层军校非常好 对上边的 关羽多阵都没服气过 总是来个横眉冷队 张飞啊是专打下边的军校 对士大夫特别客气 哥俩正拧着 所以这些士族呢 想念关羽 今儿个一看来的是西蜀人马 咱是荆州兵 咱的主上在西蜀当了皇帝了 咱没磕头祝贺 还跟西蜀人马交锋啊 刷子吧 有的把手中刀枪就扔了 扔完了刀枪过去了 跟西蜀军校聊上了 还有的干脆坐在那歇着不打了 您说弥方副使人这还怎么打呀 他指挥不灵了 只得也往下拜 叫西蜀啊 把潘张和弥方副使人给杀的是尸横遍地 那么大的潘张 只落得一个是落荒而逃 张宝十分高兴 查点人马 忽然有人来报 少军侯观心不见了 啊 一旦分讲 当时张宝就急了 他这一急是非同小可呀 什么我兄弟观心不见了 如果我弟弟观心要有点闪失差池的话 那我就要在此地时自闻而完 可那哇 大伙一看我的天 这脾气跟三将军张飞一样 普通的一下子 趴下十几个呀 吓得 张宝一看 快起来 我不是跟你们 咱们不能回兵了 找人去 是尊令 答应了这么一声 人马分开 去找观心 只找到大半夜 也没找着这位少军侯 观心上哪去了 他追潘张去了 观心在阵前一直盯住潘张不放 一是仇人见面 观心怕把他丢了 那仇还怎么报 二想得回青龙雁月刀 所以观心怎么这么盯着他 他看潘张落荒而逃 观心撒马就追 拐过两个山奥 把潘张给追丢了 观心也追迷了路了 这什么地方啊 怎么连一户人家也没有啊 他信马油刚往前这么走着 走了一段路啊 观心是又乏又困又恶呀 这得上哪弄点吃的去呀 咦 猛抬头 看前面远处里是灯光一闪 大概前面有个村子 我上那去找点吃的去吧 观心催马就过来 快到村口这儿了 他紧张起来了 观心紧张什么呀 他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啊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儿离无军的军营是远还是近 再一方面 你要知道 这是人家江东的地盘啊 是人家吴国的地方 这不是在您的西蜀呢 这次他跟随刘备玉甲亲征来发江东 可说是长驱直入 占了人家江东好几百里的地方 自己现在人单事故 单人匹马 这要误走敌营 那不麻烦了吗 所以观心有点紧张 他转年这么一想害 紧张也没用啊 我看这不像是军营的样子 是个小村落 他下了马就进了村了 一进村口 把着村口这儿有一户人家 那个灯光是从这儿射出来 他一看这户人家是双门紧闭 当然了 现在是非常时期 正在打仗 老百姓都知道 无数交病 黎民百姓有什么本事 只有什么逃荒啊 避难啊 关门闭户 吓得在屋里忍着呀 就这两下子呗 关心走的跟前轻轻一扣门 里边没动静 连扣三次 才听见院中的脚步声 他扒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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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一看 有一位老者挑着灯笼出来了 关心一看 放心了 这确实是个安善平民的住户人家 只见这老者过来轻轻拉开了门插棍把门分开举灯 这么一看 哎呀天呐 他腾腾腾 老头望后倒退好几步 差点把那灯笼扔了 扑通就跪那了 给关心磕头 君侯啊 我刚给您焚完了香啊 您怎么上门外这儿站着来了 关心没听明白 这说的是什么呀 哎呀老伯 我是一军汉 因为两军作战 我迷了路了 走到此处腹中机构 您能不能给我一口吃的呀 我要重谢老丈 啊 老头跪在那揉了揉眼睛 仔细打量打量关心 扑齿的一声老头乐 赶忙站起来 胆了胆身上的尘土 哦 将军原来是误到此地呀 啊这样吧 您请进来吧 嗯 关心一愣 心说这老头什么毛病 开门一见我的时候 吓得直往后退 跪着磕头嘴里嘟嘟囊囊囊的 说了几句什么呀 什么又焚香又门前站立了 现在我说明来意 老头挺客气 让我进来 这什么地方 不是江东的秘营啊 关心心说我还真得小心点 他拉着马来到院里 老头把门关上 伸手来接关心的马 慢来慢来 关心给拦住了 咱们嘿 那战马可不能轻易撒手啊 古代的一匹战马就等于大将的双足 马交个人间两条腿没了 那怎么能行 您还是让我把他拴个地方吧 关心举目一看 这院子里啊 靠墙这儿有几棵龙爪怀小树 关心就把这马往这儿这么一拴 随后摁了摁了一下他佩剑 老头在前边领着路 把关心给让屋里来了 老头进屋先点灯 关心借着灯光一看呢 屋子里边很简朴 是一明两岸三间房 东西有里尖 老头告诉关心 将军您在这儿少做片刻 我去给您烧茶 不用不用 老伯呀 您就给我找一点吃的就行了 好好好 老头嘴里这么答应着 还是先给关心倒过一碗水来 然后啊 老头去做饭 关心一看 这老头稳稳当当 慢慢腾腾 挽起袖子净手 找出围裙来扎声 嗨 把关心给急的 心说我哪有这功夫在这耽误着呀 老伯 啊 将军 不管什么干领 您给我一口吃就行啊 好好好 将军既然到我这儿来了 这要不是两军作战 请将军 你都请不到啊 我怎么着 也得给您炒上两个菜 给您筛上一壶酒 快 关心已经不必了 老伯 我没那个时间 您就快给我弄一点什么都行啊 好好好 老头笑呵呵的 答应着 上一眼下一眼的大令关心 这老头越看关心啊 关心心里越发毛 心说怎么了 我身上有什么值得这老者这么注意的呢 他怎么一劲儿值学梦我呀 那么这老头学不关心 关心就不得不多看他两眼 关心仔细 咱们一打量这老头啊 是个很善良的人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庄家汉 不像是一个君族化妆打扮的样子 心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老头把我闹糊涂了 好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吧 老头啊 是不管你怎么催 他还是稳稳当道 君兴越着急 他觉得这老头干什么越慢腾 君兴真想插手啊 干脆我上厨房找去得了 老婆 要不这么办 我去拿吧 您告诉我这吃食放在什么地方 将军你找不到 马上就来 好 您在这儿稍后片刻 说完老头打着灯笼出去了 关心看着老头的背影 真想笑 心里说 这老头 你太慢了 你哪知道我一心心事啊 我这是在两军阵前杀散了 现在张包还不知道我哪去了呢 他能不惦记着我吗 再说 我追的是这潘张 愣把潘张给追丢了 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村什么店 哎呀 看关心坐在椅子上挺稳当啊 但是他那心呢是咚咚直跳 急的 坐了一会儿啊 嗯 关心就闻见了一股子香烟的气味 好像只有庙堂之中才有这股子气味 心说这是什么地方 可能是谁家的家庙 这屋怎么这么香呢 关心就站起来 他仔细这么一打量啊 用鼻子再一嗅 这香味是从东里尖出来 关心几步走过来 用手一掀这个门帘 往屋里 看 呀 他一些子就愣在这了 关心看见什么了 他看这东里尖啊 布置的非常雅速 靠墙正中有一个大佛刊 佛刊前面是个长条桌啊 桌子上摆着很多的供品 同时还有芝麻香炉辣签啊 香炉里的香 着着呢 所以这屋里是香烟缭绕 旁边点着一盏灯 借着灯光仔细这么一看 在佛刊里头 供奉着一张画像 关心就看这画像愣住了 画像画的是哪尊神佛呀 正是关羽关云长 残眉凤幕无柳常然 左手托着一本春秋 右手拢着胡须正在灯下夜 读春秋 身边站着两员大将 左边是关平 右边是周仓 正是父亲汉寿庭侯观羽的画像 冠心抢不上浅 跪倒在地 放声大哭 这时候老头从外边端着一剔馒头进来 差点把馒头扔地下 心说这将军饿也不能饿得这样 怎么哭了 他把馒头放在桌岸上 进门来这么一瞧 哎哟 感情将军跪在这儿哭呢 老头你到过去去安全呢 他没有 他站在旁边瞅瞅佛刊里的画像 要端兴端兴跪着的观星 哎呀 将军快请起吧 感情这会儿老头全明白了 才把观星给搀扶起来 哎呀将军 这神像上画的是观君侯 那是您的什么人呢 老驻这就是我的父亲 哦呦呦呦 原来是少军侯驾到 我有所不知 多有实境 老驻您不必太迁了 请问老驻 这地方为什么 供奉着我父亲的画像 嗨 少军侯 说来话长了 关羽君侯曾经镇守过荆州 他在荆州镇守多年 我们当地黎民百姓都非常感念关羽君侯的厚德 他不幸遇难之后 我们这一代黎民百姓都十分怀念他 所以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关群侯的画像 是早晚叩首清晨焚香啊 哎呀呀 关群听到这点点头恭恭敬敬的 跪在地上给这老头磕了个头啊 老头吓了一跳 将军我这怎么敢当呢 哎呀老婆 我多谢您 我多谢江东父老 供奉我父亲的画像 我礼当给您叩头 道谢 哎呀呀 少君侯 不必多礼您快请起来吃饭吧 关群这才向老丈说明了来意 老头一听 哎呦 如此您赶快用饭吧 吃过饭之后 我好送您回去 免得呀 主上和其他将军殿念不下 说着 老头就忙喝开了 把饭打定好了 关群刚要吃 这时就听外面有人叩门 啪啪啪 好 关群马上把筷子放下了 他下意识地用手一副宝剑的剑柄 瞪起双筋看着老头 老头这时候比关心还紧张呢 这谁叫门呢 是什么人呢 老头心想 要是西蜀的军校 那好办了 我就不用送这位少君侯了 要是东吴的将官呢 那还麻烦了呢 少君侯 您是不是请礼物来吃了呀 说着老头把这馒头粥啊 都给端礼物来了 您别着慌 带我出去看看 您就踏踏实实在这吃您的 老头嘴上这么说呀 他那个紧张劲 关心已经看出来了 关心这饭也吃不下去了 老婆您快去看 回来告诉我一声 是何人叩门 好好好 老头一边答应着 挑着灯笼就出去了 来的大门这 他伸手一抓这门牵挂 老头又把手缩回来 心说谁呀 我就开门呢 我先问问吧 呃 什么人呢 老丈赶快开门 是我 啊 你是什么人呢 天到这般时候 你因何在此扣门呢 把外边这人给急得害呀呀 你不必多问了 你赶快把门开开 我要是 你再敢耽搁 我就要破门而入了 慢来慢来 我这就开门 老头嘴里说着 心里暗暗祷告 千万千万 来的是西蜀军校啊 哗啦一下 他就把门牵挂拽开了 门分左右挑起灯笼 这么一看 呀 吓得老张到袭口冷气 只见在门前站立一员大将 兄妹恶目 手提青龙燕月刀 正是无将 攀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